大家好 我是東京走的喬偉恩 今天要介紹五家東京特色咖啡廳 第一家是位在飯田橋站旁的Canel Cafe 運河咖啡 最大的特色就是其絕佳的地理位置 翠綠的運河是皇居的城外護城河 可以跟朋友邊喝咖啡邊聊天同時欣賞運河的景色 這裡也算是一個隱藏的賞鷹景點 河的兩旁撞滿了櫻花樹 這邊也有提供出租划船的服務 而且一旁還有電車經過 建議在這裡悠閒度過一個下午 非常的舒服 周遭的環境有神樂板 是被稱為小巴黎的區域 上上下下的坡道上有不少商店與餐廳 有興趣可以到東橋頻道看神樂板的介紹 第二間要介紹的是花店複合咖啡店的Nicolai Berkman 到了這個地方其實就在表餐道站的B3 大概走路兩分鐘吧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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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的近 然後這裡是叫做Nicolai Berkmanono 然後這一間真的非常的漂亮 你光看外觀就會很想進去了 因為今天室內人比較多 所以我們現在是坐在室外PELAS的位置 這道是香辣鮪魚帕尼尼 它鮪魚的餡啊塞得還蠻飽滿的 然後麵包也是熱熱脆脆 等一下來吃吃看 它那個帕尼尼啊外面烤的就是有點焦焦脆脆 可是一咬下去就是還蠻好咬 然後裡面很鬆軟 然後它那個鮪魚的餡啊非常的飽滿 然後味道吃起來還蠻香的 另外比較特別是它有加了那個酪梨 然後我覺得整體的搭配還蠻有趣的 它的飲料品項其實還蠻多的 像一般的咖啡啊或者是茶也有 那我個人是比較推你可以點他們的這個鮮炸果汁 或是他們的Smoothie 那我今天喝的這個是叫做Flower Power 裡面有看一下小超 有草莓蘋果 雞骨木還有香蕉 就覺得蠻健康的 而且它裡面喝起來不會覺得它加很多水 很好喝 很好喝 它這邊其實也都有在賣花 可以看到它就是有這種大中小盆 然後有很多 但其實還蠻貴的 所以就是看看就好 看看就好 好喝 這家店位在青山 喝完咖啡可以到附近的表餐道走走逛逛精品 第三間要介紹的是位在古中銀座商店街的見真堂 這家見真堂是我們的朋友miho推薦 具有沖繩風味的咖啡店 這家的位於惡谷可以是看到非常漂亮的古中銀座商店街的街景 這家店有賣很多可愛的特色小小米 像這個紙座的玩具 再吃一下我們點了這個外層是巧克力的甜點 巧克力很Q耶 然後 內層吃起來好像是西瓜口味的麻糬之類的 還蠻特別的 來吃吃看吧 好甜又好吃喔 螞蟻煮的應該會超喜歡的 好甜點 古中銀座商店街雖然短短一條 不過有許多懷舊風情的小店 以及老店餐廳 值得一逛 第四間要推薦位在織公園站的 レパンクチディン 這家店是以麵包跟早餐聞名 不過它的下午茶也非常的好吃 好甜 這是我們點的檸檬塔 這個檸檬塔的內餡啊 是非常的綿密 然後吃起來有檸檬口味的慕斯 它有點偏酸喔 它的外層這一個 泰皮吧 吃起來還蠻脆的 然後吃得到餅乾的那種香味 而且它這個檸檬塔裡面 有點微酸微甜 然後很綿密的奶油 我覺得很好吃 我們還點了巧克力慕斯 它外面那層巧克力非常的香濃 然後整個裡面那個慕斯的口感 就是有點濕濕軟軟的吃下去 可以吃到巧克力的濃醇香 然後我覺得整體的搭配還蠻好的 附近的推薦景點是 織公園賞東京鐵塔 在東橋的影片中也有詳細的介紹 可以去看看都營大江戶縣一日遊 最後一間帶大家來喝位在吉祥寺的 惠本風咖啡廳 Catiffenet 這家店還有超級可愛的杯子喔 這是脆脆的戚風橘子蛋糕 我們來吃吃看吧 這個生奶油非常的多耶 吃吃看啊 這個脆脆的餅乾吃起來超好吃的 然後再加上這個軟軟的戚風蛋糕 然後它那個 巧克力比較沒有那麼甜 所以如果怕太甜的人的話 可以來吃吃看這一道 好吃 喝起來酸酸甜甜 然後草莓的味道還蠻明顯的 是女生會喜歡的味道喔 周遭非常的豐富 有景之頭恩賜公園 以及吉祥寺的商店街可以逛 詳情可以參考吉祥寺一日遊 以上就是這次的五家東京推薦咖啡廳了 我是偉恩 大家下次見 掰掰 字幕志願